娱乐圈的女星有两大人设最吃香 一是清纯玉女型 二是傻白甜型 不管是清纯可人 人畜无害的玉女 还是甜美憨厚 傻得可爱的傻白甜 都让人我见油帘 混迁梦绕 然而人设始终是人设 你所看到的玉女 不一定是真的玉女 有可能是像董洁这样 表面清纯可人 内心疯狂的双面玉女 而你所看到的傻白甜 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傻白甜 有可能是表面甜美憨厚 实则步步为营的双面甜心 比如唐嫣 私交混乱 人品堪忧 靠傻白甜人设走红的唐嫣 才不是什么纯情小白兔 唐嫣大多数萤幕形象 都是以傻白甜为主 她也是以傻白甜的人设走红的 但其实 唐嫣的感情生活 并不像电视剧那般傻白甜 她从大学时期就知道了 背靠大树好乘梁这个道理 而唐嫣背靠的第一棵大树 就是著名导演张艺谋 在外貌和仪态方面 唐嫣确实是没得挑 但问题就在于 她在温室里长大 食指不沾阳春水 身体比较娇贵 体质确实弱了些 后来还是父母帮她 报名参加选美比赛 转业女儿注意力 才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2001年 第三届输雷 世纪新全国选美大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在父母的鼓励和安排之下 唐嫣参加了此次选美比赛 所幸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凭借江浩容貌和过人的气质 获得了上海区继军和全国总冠军 看到女儿的美貌很吃香 唐家父母有一把女儿 培养成大明星 唐嫣自己也很喜欢站在聚光灯下 受万人瞩目的感觉 于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她报考了中戏 由于准备充分 又长在了大多数人的审美点上 唐嫣顺利进入了中戏 和文章百百合的人成为了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 唐嫣因美貌出众 收获了校花的头衔 也引起了来学校挑选新人的张艺谋的注意 能被大导演注意 唐嫣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费尽心思讨好张艺谋 面对年轻貌美又颇为主动的唐嫣 张导也是照单全收 有了张艺谋这颗大树撑腰 唐嫣开始进军娱乐圈 出现在一幕前 张艺谋一开心 就给唐嫣拉来了一个啤酒广告的代言 2004年的时候 还在念大二的唐嫣 通过张艺谋这层关系 成为了奥运宝贝 在同学们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 唐嫣在雅典奥运会上演奏了茉莉花 看上去春风得意 意气风发 还没毕业就拍了广告 并且在奥运会上大出风头 唐嫣可以说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之后两年 她也接拍了一些影视作品 不过都是小配角 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有意思的是 张艺谋后来似乎抛弃了唐嫣 转而培养百百合 据说唐嫣和百百合本是同学兼好友 没想到两人因张艺谋闹翻 没了张艺谋这棵大树成梁 唐嫣虽说心有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唐嫣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无论何时 她都能迅速制定下一步计划 找到新靠山依靠 很快 唐嫣就找到了一个新靠山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成天佳和的老总 伍克波 大学毕业后 唐嫣在影视公司试镜时 邂逅了大老板伍克波 一个想要出名 而一个想要美人在怀 毫无疑问 两人看对了眼 天雷勾地火 碰撞出了火花 在伍克波的操作下 唐嫣最初走的并非傻白甜路线 而是甜美中略带一丝性感美艳 傍上伍克波的唐嫣 才加入沉淀不久 就被力捧进入港圈市场 一连试镜两部香港电影 伍克波也毫不吝啬 直接找来网金合作 让他教导唐嫣 希望能把唐嫣打造成下一个邱淑珍 众所周知 王金拍摄的电影尺度都比较大 所以唐嫣跟着他的时候 豁出去了很多东西 跟着王金拍摄的那段日子 唐嫣拍过性感写真 也拍过R级电影 这些东西在他成名后 落下了不少口舍 为了感谢王金对自己的大力栽培 唐嫣早期多次在公众场合 表示非常感谢王金爸爸 看来金主和导演的力量真是强大 强大到女性为了名利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张口就来 尽管有五克波和王金保家护航 但唐嫣还是遭到了欺负 而欺负唐嫣的 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他就是港圈大佬曾志伟 据说曾志伟在拍戏时 欺负了唐嫣 他只能敢怒不敢言 忍痛拍完了那场戏 和曾志伟的那场戏 至今都是唐嫣不愿意回忆的过往 五克波和王金 本想把唐嫣打造成下一个秋淑珍 甚至超越秋淑珍 给他拉来了很多资源 合作的都是港圈数一数二的大牌明星 可惜唐嫣不争气 在港圈里拍摄的影视作品 不温不火 他本人也是名不见经传 怎么捧也火不起来 久而久之 五克波和王金决定放弃唐嫣 告别了五克波和王金 唐嫣另觅他路 转战内地 没想到迎来了爆红的契机 很多人认识唐嫣 是通过《限界三》中的子萱 子萱可以说是他所有角色中的巅峰 唐嫣运气很好 一转战内地 就接到了《限界三》剧组 抛来的橄榄枝 2009年 《限界奇侠传3》火热播出 唐嫣凭借此剧一战成名 如果喜欢看唐嫣的影视作品 不难发现 他出演的大多数角色 都是傻白甜 很受观众喜欢 因此 唐嫣也靠着这个人设和路线顺风顺水 为自己积攒了很好的观众员 一跃成为当红的四小花旦之一 可能是人红是非多 也可能是人红了就飘了 唐嫣走红之后 一度被传出耍大牌 脾气差 迟到用替身等种种丑闻 最有名的一个丑闻就是 曾有助理爆料 某T系女星 想喝某家店铺的鸡肉粥 自己去的时候 卖完了 就买了别的粥 结果回去交差的时候 不仅被那位臭骂一通 还被破了一脸热粥 经过网友声巴 猜测那名女助理口中 人品差的T系女星 要么是唐嫣 要么是童谣 各位看官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不过各种黑料传播的再快 也没有唐嫣的恋爱绯闻 传播的速度快 自出道以来 唐嫣的绯闻就没停过 被称为拍一部戏 换一个绯闻男友 拍《仙剑3》和《金玉良缘》时 唐嫣和霍建华传起了绯闻 拍《宣言剑》时 他和胡歌传绯闻 拍《何以生肖默》时 他又和钟翰良传起了绯闻 拍《当务笔记》时 还有人说 他和李一峰假戏真作 也不知道是为了宣传新剧需要 还是说唐小姐情感太丰富 入戏太深走不出来 毕竟剧组夫妻是圈内的常态 如果说以上这些只是似是而非 弄不懂是真是假的绯闻 那么真正被唐嫣承认过的男友 确实有三个 2007年和伍克波分手不久 唐嫣便认识了高云祥 俩人一见钟情 火速走到了一起 有知情人爆料 高云祥在认识唐嫣那会儿 有一个深爱的女友 为了和唐嫣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 她抛弃了女友 唐嫣是小三上位 高云祥和唐嫣在一起三年 俩人感情还算稳定 一度到了谈婚乱嫁的地步 爱情红红火火之际 唐嫣的演艺事业也迎转折 她凭借仙剑三走红 事业处于上升阶段 眼看女友事业越来越好 高云祥害怕她被抢走 多次提出结婚 可都被唐嫣以事业上升拒绝了 2010年高云祥再次向唐嫣求婚 结果如出一辙 依旧被唐嫣拒绝 被伤了心的高云祥 转身迎娶了董璇 唐嫣和董璇的塑料姐妹情 也因为高云祥破裂 唐嫣并没有因为高云祥和董璇结婚就后悔 相反她头脑清晰 深知结婚只会阻断心欲 必须得抓住机会 在上升期闯出一番名堂 没了感情牵挂 唐嫣更加无所顾忌 可以把心思放到了事业上面 大力发展演艺事业 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幸好唐嫣没有答应高云祥的求婚 不然将来后悔的就是唐嫣而非董璇了 也是在2010年 唐嫣受邀拍摄下家三千斤 拍摄过程中 他和邱泽因戏生情 将戏中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 下家三千斤拍摄了大半年时间 来自台湾的邱泽 在大陆拍戏时水土不服 在医院调养了很久 不知是真情流露 还是出于对搭档的关心 唐嫣每天都去医院探望邱泽 两感情也迅速升温 邱泽病好以后 唐嫣更是带他吃遍上海美食 玩遍当地好玩的地方 不管是在剧组还是在私下 两人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 其实也难怪唐嫣会沦陷 邱泽长相帅气 年轻浪漫 情史颇为丰富 花名在外 追进女孩来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唐嫣虽说也不是什么纯情少女 但面对情赏老手邱泽 到行还是前了点 情到深处 唐嫣和邱泽还住到了一起 过起了没秀没臊的同居生活 关于两人的恋情 剧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算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唐嫣 为了邱泽学做家务 亲自下厨 甚至化身保姆 刷起了马桶 也许自古深情总是容易被辜负 太容易得到的 往往不会被珍惜 和唐嫣在一起久了之后 邱泽开始觉得索然无味 身边的女人也多了起来 唐嫣害怕邱泽抛弃自己 多次要求公开的人恋情 但邱泽却死活不愿意 花心本性难移的邱泽 后来在拍戏时 勾搭上了模特李玉芬 于是对唐嫣越来越冷淡 唐嫣得知邱泽劈腿的消息 悲痛不已 有传言称 他为了挽回邱泽 不惜割腕自杀 虽然后来唐嫣手腕上 确实有一道划痕 但他表示 是自己切水果 不小心划到的 无论是自伤也好 不小心划到也罢 这段感情 随着邱泽的劈腿 和唐嫣的挽回无果 就此落下了帷幕 情场失了意的唐嫣 事业回春 又开始得意起来 2015年初 唐嫣的事业迎来一波小高峰 这一年他有三部作品播出 分别是《河野生肖默》 《千金女贼》 及《活色生香》 此时的唐嫣已经33岁了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放过金主 谈过恋爱 传过绯闻 耍过大牌 拿过荣誉 什么都经历了 是时候考虑终身大事了 好巧不巧 在拍摄《锦绣为央》时 唐嫣和罗靖 音戏结缘 两人看对了眼 坠入了爱河 对于这段感情 唐嫣不同以往的 遮遮掩掩 和义无反顾 他更多的是考量男方 介不介意自己过去 对自己好不好 其实结婚之前 唐嫣的名气 是要大于罗靖的 他之所以会选择罗靖 无非是觉得 这个男人 没什么花花肠子 对自己又百依百顺 值得托付一生 毫无疑问 罗靖通过了唐嫣的考验 两人甜蜜相恋 相恋期间 有过争吵 有过矛盾 也有过分分合合 好在最终 两人磨合成功 并在2018年 宣布婚训 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唐嫣淡娟生女 当起了贤妻良母 而她的那些尚未黑历史 犹如水过无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